下班 大家好 希望大家今天多多發言 好嗎 各位女性 妳有沒有常常說一句話 為什麼妳老公那麼好 我老公都不會做這種事情 妳有嗎 有 我沒有 因為我老公是完美 完美 我以為今天的來賓 是要請我老公了 結果竟然不是 說不是 對 我們今天要請到的是 國民暖男老公 讓我們歡迎李立仁 李立仁 他長得跟李立仁一模一樣 不信你們自己看 好啦 修結開啦 好帥 好暖 你幹嘛穿那麼暖 而且你還有酒窩 怎麼了嗎 我現在就喜歡 有酒窩的男生 真的啊 OK 講真的 怎麼樣 在開始聊這個暖男之前 我想要問你一個 很真實的問題 你要摸著你的良心回答 OK 你老婆得金馬獎 你有沒有很不爽 不會啊 為什麼 可是你也當演員 那麼多年了耶 你有得過金馬獎嗎 那時候一開始 有這個劇本的時候 我就馬上跟靜雯講說 你不管怎麼樣 一定要接演 因為周孟宏導演是我偶像 所以我就說 你一定要去演 而且我還主動說 你要不要去外面住一個月 這才是重點 你希望他離開家一個月 給你聽起來嗎 對 好 因為賈建文還說 對啊 我老公就說 我可以去外面住一個月 他覺得很好 然後讓他就是 整個轉換心情 我想說 這樣就是他的詭計嗎 沒有 但是小孩還是在家裡啊 我還是要在 你一個人要帶 對啊 沒有保姆 還是會有一些就是 幫忙的老師 但是晚上睡覺 早上送小孩都是我 好啦 所以你是真心的 聽你老婆感到開心 當然 比如說五年後 他就跟你講說 老公 我有金馬獎 你沒有 幼稚 你怎麼幼稚 他不會做這種事是不是 對 他只是就是說 感謝你什麼之類的 也不用感謝我 因為他自己很棒 所以你們就是假面夫妻嗎 為什麼 這個偶爾一定要幼稚一下 老公會有金馬獎 什麼之類的 我沒有太多 所以你們鼻子 就是刻刻氣氣的在相處 是啊 你不是也看過嗎 我們是沒有嗎 我們有相處過嗎 有啊 我跟妳老婆是有 可是妳 有啊 我也會出現啊 好 我們今天要討論的是 為何有些老公 就是可以做到這些事情 而我們的老... 某些人的老公 對 確鑿不到 譬如說像什麼 你們可以舉例出來嗎 就是有統計出 十大暖心的這個舉動 像是第一點有 每天負責煮晚餐 從買菜備料到洗碗 全部一手包辦 而且班底有 滿多人都有這樣子的經驗 你說他們的老公會這樣子 可能是男朋友 有些還沒結婚 對 就是說你們已經有 這樣的對象了是不是 還是說你們是 你們的另一半 或是你們的男友 是做不到這件事的 做不到 這邊也做不到嗎 做不到 可是我老公常常會 幫我弄晚餐耶 妳羨慕我 而且我老公知道 我很喜歡吃火鍋 他都會說 寶貝我看到要吃什麼 我就說火鍋好了 他就說OK 那他就會幫我點什麼 我愛吃的東西 然後他還幫我涮肉 寶貝妳要吃幾片肉 妳要多熟 寶貝要不要吃蝦 然後我說我不喜歡手有那個味道 他說沒關係 然後就薄蝦這樣 哇 天心耶 所以你要不要走開 換我老公來說 那個搞不好他都有啊 搞不好他都完全有 所以請問每天煮晚餐 這你應該做不到吧 因為你第一 我基本上是每天煮啊 基本上 對 我就每個禮拜固定去菜市場一次 然後有空沒有工作 我就一定是煮 你一個禮拜大概煮幾次 三到四次最少 從買菜到洗菜切菜 煮白飯也是你 當然啊 這很難嗎 這不是基本要的嗎 我覺得很 這基本的啊 我老公也會啊 但是西地團有一些人是 他嚮往這樣的生活 但是發現他們完全是相反 好 是誰 像是井婷就有這樣的困擾 我老公他是 因為我個人很不喜歡洗碗 然後我老公他就會拿去洗 然後甚至於比如說 我每天工作回到家 其實因為工作忙一整天很累 然後我很 就是我很不喜歡 事情是被打斷的 比如說我放鬆 我就一定要放鬆到底之後 我才會去把所有的事情做完 是 但我老公可能走到哪 他就會念到哪 然後我就說 那 如果你要念 你就去做 對 要念你就做 然後不要又做了 又邊睡念 又愛靠腰 愛靠腰 愛靠腰 所以他最後會幫你洗碗嗎 他會洗碗 然後比如說 可能我喝了珍珠奶茶 喝完之後放在桌上 然後我想說那不會就是等我 休息完之後拿去丟而已 他就會洗完完之後 再走台來餐桌 他說 然後他就搖著頭 然後就拿走 他就說 莫名其妙 我又不是不 就是我不是不收 你可以等我 因為我 因為我 我女兒 我女兒就是這樣子 每次吃完飯之後 然後就珍珠奶茶 就放在那邊 然後我都覺得說 Alice 在家裡大 他們就說幹嘛 我說 這兩杯珍珠奶茶是誰的 他們就說 我們還要喝啊 等一下 我說 現在立刻處理掉 要喝的話 拿到你要喝的地方 不要放在這邊是什麼意思 他說我們等一下還會出來喝啊 可是我就 就跟你一樣啊 不是 我已經喝完了 我已經喝完了 這我沒辦法接受 然後我就坐在餐桌上 我覺得是你 妳太過分了 我 我 可是我 我本來就要想說 我可以得到一些溫暖的 妳們不覺得說 應該就是隨時隨地 就把那個垃圾清掉嗎 沒有 這樣家裡 這樣家裡會比較乾淨啊 可是餐 妳也是隨手說 對啊 很好啊 很難忍受到處都 女生要養成 好習慣 好 妳家是不是有很多果蠅在飛啊 好 有一點 有一點果蠅 開玩笑 還有人要講嗎 我老公真的是 婚後 他把我當庸人 他自己當死人 真的是很嚴重的死人 就是不動嗎 就不動 還是說他真的死了 戲啊 他從我煮飯 我煮飯 我備料 我炒菜 一到我擺碗盤 都是我一手包辦 好 這樣就算了 戲 就是我們吃完飯是不是要洗碗 我說那拜託妳幫我洗一下碗 找任何藉口 丟了 我被綁曬 就這種藉口 就是 要嘛就是尿燉 要嘛就是綁曬 要嘛說公司有事情 有人要找我 好 這樣就算了 有一次跟一群朋友去錄音 對 大家都很開心 結果他一個人躲在房間 睡覺 我們在外面幹嘛 切菜 烤肉 等到料備好了 可以吃了 不是 他只要煮熟了 放在盤子上了 他才起床說 你們怎麼都不叫我 你怎麼會在找我叫 所以他沒死啊 他還願意站起來吃東西 他就是因為只有剩下 那一隻嘴巴的功能 剩下功能都沒有啦 所以你們家的整個生計 是妳在負責嗎 我真的太累了 這麼會賺錢 講真的 它是不是一個廢物啊 有那麼瀕臨一點點 要留一點面子啊 就是差一點廢掉 我是 還是有功能用啦 它還有什麼功能 床上功能能用 對不對 妳是不是還很年輕 我二十七 那一 那會被那個迷豬 對啊 不是 有分 有分歲數嗎 這幾歲就不會被迷豬 對啊 幾歲之後會被 我比較不會迷豬 因為像我過到四十三 我已經覺得OK 可以不用也沒關係耶 你該不會還很需要吧 不正常 二十七歲的心情 Sabrina她說 她的男友就像巨嬰一樣 餐餐都要她準備 我覺得他們兩個 剛剛發生的事情就是 就在我身上 就是我男朋友就是 每天在家裡 就會等我煮飯 因為我平常就是都會 備三餐給他吃 然後有的時候 譬如說 我有時候來不及 譬如說像錄影 或是什麼 跟朋友聚會 她就會完全不吃 然後等到我回家 她連泡蜜也不願意煮 她不願意 她叫外送 我叫外送給她 她也不下去拿 就是她就是會等到我回家 可是你們在一起很久了嗎 對 在一起多久 八九年 八九年還好吧 但是 我都已經十六年了 他們是婚姻關係啊 就是她自己也願意 讓男朋友變成 所以你是不是覺得 如果沒有結婚的話 這個這樣子的關係 其實可以分手了 我不好說 但是 我覺得一定有她男朋友很 對 她一定有 很迷人的地方是什麼 不好說 好說 這個世界上沒有什麼事 是不好說的 她那個 因為我們是開拳館的嘛 就是她身材還不錯 對 畢竟還年輕嘛 還是 就是整個就是肌肉 然後就沒有 沒有小 有人餘餡 八塊冰塊腹肌這樣子 然後人餘餡 對 然後就是 那可以忍受 我幫她洗碗 煮飯是OK的 然後她就是那方面 表現得也很好 尚渴 尚渴 可是光是摸到她那個身體 你就覺得說算了 洗個碗煮個飯 不然又怎麼樣 我懂不懂 真的嗎 對 太詭異了吧 第二項認為暖心的舉動有 會真心稱讚老婆很漂亮 並且每天起床的時候 都親老婆一下 是我老公也會啊 可是很多人得不到這種東西 所以他們覺得 你也會嗎 很難受 我不見得會真的親 但我會不停的稱讚 是真的 就是她有時候 譬如說工作或什麼會 有壓力啊 或是 或是有點 不安全感的時候 會給她很多的鼓勵 那不是跟 那跟稱讚無關耶 那是稱讚啊 那就是很棒 妳做得到啊 沒有 女生要的稱讚是說 欸 寶寶妳今天好漂亮喔 妳今天怎麼不一樣 就已經很漂亮了 就不用再強調啊 她有很漂亮嗎 還不錯啊 我覺得還好吧 為什麼 所以就是你會 當她壓力大的時候 譬如說要拍這個戲的時候 對 妳就會說 妳可以做得到啊 一定可以 妳很棒 什麼什麼 對 就是她常常會很沒有安全感 一直化妝幹嘛的 但我就說不用化 用一個沒有什麼台大差別 哇 沒有 我是說真的 我是說真的 你真的很假耶 你這個人 明明就差很多好不好 真的 是真的 就是我會覺得 妳其實狀態就OK就好了 OK 我承認 她是有眉毛的人 對 她有眉毛 所以妳希望老婆素顏 我覺得OK啊 就是 那她變胖變瘦 妳會在意嗎 變胖我會 就提醒 但也不會 怎麼提醒 就會說就是 要不要跟妳一起去運動啊 或什麼之類的 不會說到 妳那邊好像有一點 墜肉之類的 因為我老公這一點 是滿讓我火大的 她沒有包裝過 直接講 她是裝可愛 然後說 這什麼 她趕快刷起來 對 然後我就說 走開 走開 這個不是讓人這樣玩的 可是她就覺得說 來吧 我只是在逗妳 對 這是妳可以接受的方式 還是妳不能接受 沒有 因為她 身材保養得非常好 所以我就會覺得說 怎麼辦 我既然還輸她 可是她會跟你一樣 她就是會說 寶貝要不要 我們一起去運動 或什麼的 所以有一陣子 我們就一起去走路 上健身房 所以這招還不錯 但至少你不會進去 點她肥的地方嗎 不會 因為要點太多了 走開 走開 但是像剛剛虛拉 她聽到說 就是這個暖心的舉動的時候 她是有點快哭 快哭的感覺 真的嗎 為什麼 羨慕慘她的臉 對啊 因為像 我有一個男朋友 她就說 因為那時候我減肥 所以想說用168 然後她就 因為她也是醫師 她是外科醫師 她就跟我說 妳生病科醫師不懂 我跟你說 這個是基因問題 要減都減不到 妳想要減的 妳在想要減的話 妳那最在意的地方 還是會胖 可是妳明明就是一個瘦子 所以那時候比較胖一點 那時候有壓力 所以比較胖一點這樣 所以妳後來真正瘦下來 是靠什麼 168 只有快就想要分手 可是我覺得 她是很直接的分析 對啦 她是很理性的分析 但是我就會覺得說 那倒不如 妳還是要給我一點稱讚 或是一些鼓勵 妳就說如果不跟我一起做 那妳就說 那妳可以試試看 妳試試看如果沒有用 那我們再來討論 而且她就是有明確的 嫌妳胖嘛 對 那樣就不行啦 這樣就很上熱 她說妳那個 腳的弧度看起來不太好 她腳的弧度看起來不太好 等於說妳是O型腿嗎 對 她就覺得說 妳這樣子腳穿了 穿牛仔褲看起來不直 因為像我腿 那麼直的人真的很少 對 完美 超直 我之前應該是有贏那個嘛 妳的老婆 有 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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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沒笑 其實沒有很過分 因為有人 她老公喜歡骨感的身材 然後在她懷孕的時候 直接說她是海牛 海牛 對 就是我 Amy 因為我之前 呃 懷孕之前還算是瘦的 為什麼不說海豹 要說海牛啊 很少 因為海牛很冷門耶 一定是海豹 海牛應該可能體積更大 因為 可能我懷孕之前 人家會說我是美人魚 因為我會潛水 然後後來就是 懷孕之後 我還是會去游泳啊 運動什麼 然後她有時候看了 我就說 真的是一隻海牛 所以 很傷 生前是美人魚 生後是海牛 對 然後就是 她嘴巴是不饒人的這樣 心裡的很難過 但是久了我就習慣了 就我也會可能回嗆回去這樣 就是我們的相處方式 對 對 她本身身材怎麼樣 她其實算維持得OK 沒有八塊肌 但算 以她年紀是OK的 她幾歲 四十二 年紀啊 我本來想要加死老頭 後來發現 世界比她還大 年紀有年紀